哎哎 干什么的 我找杜军夫人 麻烦你帮我通报一下 你是什么人啊 我是 我是他朋友 去去去去 我们夫人何等身份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 你 走走走走 走 你 真的是这样 真的 妈 妈 真是这样 好 夏公子啊 夏公子来了 夏公子 你好 坐 哥 木片 来 我们干一杯 好好好 好 一起来 来 干 干 入房 我去跟姜杜军打个招呼 你等我一下 爹 莫莉亚 这是渡报的爱玛小姐 你好 你好 姜杜军 爹 可不可以借一步说话 有事啊 二哥 咱们家仅有的钱也给了玉威 今年的稻子又欠收 再这么下去 咱们家也要借不开锅了 不可以借了 可不可以借了 你 我去 我去 先来 我去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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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 大小姐 二小姐和孟萍姐都在里面 咱们进去说吧 我是来找你的 现在有空吗 有 我当然有空了 咱们别站在这儿 进去说好吗 我看 咱们从后门走吧 好吗 好 跟我来吧 来 放心吧 大小姐 这里没别人走 进来喝口水吧 小玉 不用了 我不渴 大小姐 对不起 小玉一直没有去看你 干什么呀你 快起来 大小姐 我想您都快想疯了 这六年来我一直想去看您 可是独军大人 看我看得紧 不肯让我一个人出门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我也很想你 大小姐 不哭了 这么大的人了还老是掉眼泪 对了 以后别再叫我大小姐了 那怎么行 您永远是我心目中的白嫁大小姐 你永远是我心目中的白嫁大小姐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还什么大小姐呀 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妇 你要是再叫我大小姐 那我就改口叫你杜军夫人 好吧 那 我以后叫你姐姐行吗 姐姐 小玉 让我好好看看你 你怎么样 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人欺负你啊 我在这儿 不愁吃 不愁穿 整天被一帮人前胡吼用的 夫人长 夫人短 可是姐 我一点也不觉得幸福 真的 这六年来 我除了想见你之外 就是想见小玛 当我进了渡君府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听说小玛后来被二少爷给开除了是吗 我也很久没见过他了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小玛 小玛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们 当时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被拆散 姐 咱不说这个了好吗 对了 你今天来找我 有什么事吗 小玛 小玛 我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嗯 我需要一份工作 我不瞒你说 我家里继续需要用钱 可是 你知道在白镇这个地方 没有人敢违背我二哥的意愿 所以 也没有人敢用我 可是姐 这府里没有适合您的工作 多君府上上下下那么多人 吃喝拉撒的杂物肯定不少 煮饭洗衣服我都行的 可是姐姐 你怎么能做这种活呢 有什么不能做的 你别小看我 我现在什么都会 别哭啊 别哭啊 哭什么呀 傻瓜 我一不偷二不抢的 我真的没有什么好委屈的 我需要工作养家糊口 大人可以挨饿 可是两个孩子不能挨饿 两个孩子 姐姐 你不是只有一个孩子吗 我懂了 是不是刘雨薇 在外面哪个孩子 你也知道了 永丰少爷到处嚷嚷 只要是白镇的人 想不知道都难 好了 小玉 我们不说这个了 你现在已经知道我的处境了 帮我在府里谋个差事吧 行吗 小玉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好 好 永芳 你早点回去 休息吧 我和布林 还有点事要上来 是 爹 早点休息吧 嗯 这个白永元真是跟他爹一样 爹 你得赶紧叫江都军下令 让白永元停产 你不想先放下了 蒙莉 爹跟你一样也生气啊 可是 要不要他们停产 这得全盘考虑 还需要考虑什么呀 这是人秘关天的大事啊 爹 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白永元继续造假药 去蒙骗那些急需用药的病人吗 你 你 沉住气 这白永元不是等先之辈 他已经察觉到了 我们跟江都军的关系不一般 一直在提防我们 所以才借药菜场 目的就是 怕白家的药员 被我们夏家给垄断了 爹 您说实话 您是不是跟江渡君 有什么私下交易 没错 爹和江渡君一直在盘算着 要消灭万用元 吃掉白家 那我们兄妹的婚事 是不是也是为了吃掉白家而准备的 可以这么说 爹 你耍这样的阴谋诡计 是要让我跟孟平被别人鄙视的 站住 你以为只有你爹是这么做的吗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谁在偷偷摸摸开了药材场 又是谁假冒我们的真意丸卖到世上 不都是白永元吗 你以为只有你爹想吃掉别人 别人就傻乎乎的等着我们去把他们吞掉 你错了 今天这事就是最好的证明 你仔细想想 白永元一直在处心积虑的布局 想尽办法吃掉我们家家 你看不出来吗 你 你可太天真了 你能回去什么啊 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 只要是家务活 我都能够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 我都能干 行跟我来 这里是厨房 以后你就负责这儿和大厅的卫生 没事的时候后院也得收拾收拾 明白吗 明白了 你先打盆水去擦擦大厅的东西 好 好 好 夫人呢 小的刚去催过 夫人说她这就好 这人是新来的 是啊大人 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呀 你叫什么名字啊 大人问话 快回答 大人 她是我带来的 她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从小我就叫她姐姐 我看她日子过得很辛苦 所以就让她来都监府帮忙的 大人应该不会怪我吧 我怎么会怪你呢 你呀是这里的主人 你想请谁就请谁 这里呀你做主 谢谢大人 大人我们走吧 等等 我想起来了 你是白长天的女儿 白珍珠 我说的没错吧 你就是白家大小姐 白永云 对不对 你呀 往我那么信任你 你为什么要骗我 这就奇怪了 放着白家大小姐不做 你来到我的府上 干什么 你还干起这些下人的活儿 我现在是刘家的媳妇 刘家的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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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 是吗 小叶 你也真是的 怎么会安排这种工作 给白大小姐呢 你可知道 干下人的活儿 还不如丫鬟呢 白大小姐 这不会太委屈你了吧 没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我靠自己的劳动 光明正大的正结 对 现在这个年头啊 挣点钱不容易 总比在乡下饿死好 不过现在呢 这外边流行瘟疫 你从乡下来的 这身上该不会有病吧 对了 我还听说 你生了孩子 你丈夫在外面 也偷偷生了孩子 不不不 我搞错了 自从你大哥白永峰 在外面到处宣扬这事之后 他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对吗 大人 我们走吧 副官 是大人 你给我听好了 我们对待白大小姐 要一视同仁 跟其他下人相比 她该干的活儿 一件也不能少 她该拿的钱一个子也不能多 听见了吗 听到了大人 听见就好 夫人 我们走吧 我说 我来不再送你 我说 我来不再送你 我来不送你 那你会帮你 你会帮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